华山基金会台中清水天使站 庆祝成立满七年 加上端午节就快要到来了 志工们特地请老人家来同乐 现场安排手工香包的制作 从三棉花到缝制 阿公阿嬷全都不假他人之手 而当中一位高龄97岁的蔡阿嬷更是眼明手快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一个作品 让旁人是佩服不已 就着志工的指导阿公阿嬷们各自分工合作 从三棉花到缝香包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光是一个上午就做了超过上百个 精美又实用的手工香包 效率十分惊人 而难得的DIY初体验 也让长辈们感到十分新鲜 完全没做过 慢慢学 对啊 大家有伴 不然两个老的在家里 整天看电视看电脑 就走出户外 走出来 我听不懂的 处理处理处理 真好胜 事前的比较难弄的先做好 对啊 叫他们组合起来 其实就也不难啦 他们也做得很开心啊 对啊 我就一直说我们做给他们 倒不如他们自己来做他们的成就感会比较好 会更珍惜啊 为欢庆福满七周年 华山基金会清水天使站 特别邀请营法长辈一起来同乐 现场安排了手工香包DIY 让阿公阿嬷提前感受端午嘉节的气氛 而其中这位高龄97岁的蔡阿嬷 更是眼明手快 十分钟不到就能够缝好一个完整的香包 让大家是敬佩不已 我97岁 就忘记了 淡淡淡淡淡淡 是在我夏季有自己的名字吗 就是在我夏季有自己的名字吗 就是在我夏季有自己的名字吗 那也是有自己的名字 今天最主要是我们清水站服务七周年 那我们邀请了一些长辈还有义工 一起来我们站上做同乐 那因为端午节也要到了 我们也借有这个时间啊 就是让这些义工朋友们 带着长辈一起来做香包 基金会表示 这次将联合清水杀戮和无期等海线天使站 一共做出2200个手工香包 而这些香包也会在端午节前夕 跟着木来的爱心物资 一一发送到每位独居长辈的手上 让长者们在满满的社会温暖当中 度过端午节节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